师府卫生局去年联合多家医院诊所运用登革热快筛试剂检测 成功缩减了个案隐藏期到两天半以内 让紧急防疫工作得以快速的介入进行 今年则加入了18家医院诊所 其中市立中医医院也加入计划 将号召全市中医师一起投入通报行列 登革热个案的患者会出现发烧、骨头肌肉酸痛等症状 可能会前往中医就诊 为了拉起中西医绵密的通报监视网络 包括市立中医院等18家医院诊所 今年也一起加入登革热整合式医疗照顾计划 人民生病它有很多的一个选择 它会去各式各样的医疗院所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疗照顾的体系 那我们怎么可以缺了很多呢 所以我想做出第一步 登革热整合式医疗照顾计划 去年共有657家诊所加入计划 执行追踪快筛等防疫工作 成功将平均隐藏期缩短到2.5天以内 防止感染者散播病毒造成社区 另外一波感染的风险 因此再次呼吁民众一有登革热疑似症状 就赶紧就医诊断 对凯西有症状刚通报出来的时间 缩短到2.1516 这个左右 甚至于我们目标 可能是不是要再更少一点 已经是我们可以医疗体系做的最短 剩下就是说要提醒民众 急早就医才能够说得更短 今年的登革热疹和事医疗照顾计划2.0版 不仅提供医师较为便捷的网络通报方式 计划内容也加入民众主动裁剪 入籍配偶关怀 医师问诊等各项通报奖励措施 港东新闻林亭阳内昌邦 采访报道